那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绝内成医的血的故事 血的故事这也是汉生精选世界最佳儿童图画术系列的一本关于身体保健的书 先说哎呀好疼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跌破了 血从伤口流出来摸摸看血有一些黏黏的耶有点黏黏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血就自己干了 受伤的时候血会流出来是因为血通过的小管子破了 这个小管子就是血管血通过的管子叫血管 在身体里面那个血管通到每一个地方 你看这些细细的有大的有粗的有细的对不对 连手指尖脚指尖和头顶都有血管 然后来试试看呢假如你把手蒙在手电筒上 你会看到什么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 好像没有 你直接把手放在手电筒上会看到红红的 或者是你有试过 然后再把手电筒往嘴巴里面照 脸颊也会显出红红的光 那是因为啊脸颊里面藏了很多小血管 里面都是流着红红的血哦 然后血管里的血不断的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心脏不停的挤压 它推动的血 像一个pump一样 然后它把这个血呢 从心脏挤压里面 挤压出来的血呢 经过动脉 流到身体每一个部位 然后再经过 我知道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血 对这是血管 它有一个很粗的血管 叫做动脉 它这样子流出来 然后再经过静脉 再流回去心脏 在很尖的马路上 这样子弄的时候 就刮上然后那个 这里就破掉 然后血就会流出来 哦真的哦 然后呢 你看哦 流在动脉里的血 是纤红色的 它从这个心脏里刚出来的血 是纤红色的 然后流在静脉中的血 它流回去心脏里的血 就会变成暗红色的 妈妈 那个手是为什么怎么动 手要怎么动 手会怎么动 手会怎么动是什么意思 它会一直动 对啊 因为大脑叫它动 透过神经 然后透过肌肉 还有骨头都叫它动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血的故事好了 然后呢 它拿一张纸 卷成纸筒 来听听心脏的声音 扑通扑通扑通 这是心脏 把血送到全身的声音哦 然后你再量量看 心跳的速度有多快呢 大人和小孩 比哪一个快 然后 人和动物又是哪一个 心跳比较快呢 然后我们再摸摸看呢 手腕 喉咙 太阳旋 都有跳动的感觉 这边 其实你仔细摸摸看这里的手呢 会有跳动的感觉 这个是因为心脏从血 呃 输送出来的血呢 通过血管发生的震动呢 然后血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原来啊 在血液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红血球 红血球它非常小 小到用眼睛看也看不见 然后在每一滴血里面哦 都藏着好几百万个红血球 然后红血球就是这些 它这个样子就看起来像是没有动的圈圈饼 有点像是donut's 可是里面没有那个洞 然后呢 在血液里面呢 还有白白的东西 这个叫做白血球 它比红血球大 然后还有扁扁的 叫做血小板 那如果用那个显微镜来看呢 我们的血就长得这样子哦 那个 我有在 那个 什么 那个 魔法哨车的里面 哦有看过 我有看过 那个白血球 像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月亮 一样哦 月亮一样 又像一个起死 哦 你有在魔法哨车里面看过白血球 和红血球的故事是不是 嗯 哦好棒哦 那我们继续在那边看好不好 他说红血球呢负责运送人体里重要的氧 然后人吸气的时候呢 氧气哦 人吸气的时候就把含有氧气的空气呢 吸到肺里面 然后肺呢就布满了像网子一样的细血管哦 血流过这里红血球马上就会接收氧 然后再送回心脏 然后当心脏再把血脊压出来的时候呢 氧就随着血的送到身体每一个部位去 然后呢 红血球他又从各个部位 他把身体收集 收集身体里面不需要的二氧化碳 再流到肺里面 把二氧化碳放掉 对是鼻子的 对那是鼻子 他鼻孔 然后是气管流进来 这呼吸的地方 然后 然后这里是嘴巴 对然后我们再把二氧化碳 看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二氧化碳给排掉 呼气的时候 这都是红血球的功劳哦 然后那白血球又有什么功用呢 白血球呢 他们有特别的本领 可以打败身体里进入身体细菌 所以我们受伤的时候会有伤口对不对 然后那个伤口有的时候会流出黄黄的水 那个就是白血球和细菌打仗留下来的东西 然后呢 这是什么 他就是白血球啊 他把细菌都打败啦 然后呢 他说 然后还有血小板这种东西 这个小小的 他可以使血凝固 就是血会干掉 有没有 那个他管哪个人记得都压扁了 没有他把他们把他干走 他说你们走开 然后他们就有细菌的跑走这样子 然后啊 血小板呢 白血球没有眼睛那些东西呢 嗯 对他是假装这样子的话啦 他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呢 血小板这种东西呢 这个这个小小的 他可以让血凝固 那所以你受伤的时候 血小板就可以 把血给凝固呢 变成硬硬的一块像巴一样东西 有没有 就盖在血管破的地方 血就不会一直一直流 嗯 像你鼻血会干掉 有没有 嗯 然后呢 小孩的身体大 身体小 然后大人的身体很大 所以小孩的血呢 比大人少 小孩血就那么多这样子 嗯 那大人的血就这么多 这么多杯 猫的血就只要这样一杯而已 那比小孩更小的小动物 身体的血就更少 然后血呢 对人和动物都是一样重要的哦 到晚上呢 人和动物都睡觉了 可是心脏还一直在跳 那血也在身体里不断的流 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很奇妙呢 没有哦 不觉得奇妙哦 那你看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心脏都没有在睡觉耶 他一直在跳耶 然后血就一直在流耶 就这样结束了哦 这就是血的故事了哦 拜拜 拜拜